吃肥肉的人,寿命是长还是短,你可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了解,说到吃,咱们中国人向来讲究一句民以示为天,特别是那些爱吃肥肉的朋友们,面对满满的肥油光,那是一口接一口,停都停不下来,吃进去的肥肉到底是让人扶寿双全,还是寿终正寝? 今儿个,咱们就得好好聊聊这个问题,一,肥肉与心血管健康,一段隐秘的关联,在咱们的传统观念里,肥肉是富贵的象征,可谁曾想,这富贵背后却可能藏着健康的隐患,肥肉里头的脂肪,吃多了就是给血管壁上涂脂,时间长了,血脂水平一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固醇,也根柱高 这就像是给心血管搭了个绊脚石,久而久之,心脑血管病变悄悄上门,动脉周样硬化,血管堵塞,血管缺血这些名词,可能就不只是医学书上的术语了 你看,这不是威严耸听,科学研究早就告诉我们,这些血脂异常的朋友们,心肌梗死,脑梗的风险是实实在在高出一大截 想想看,这肥肉一吃,可真是一时痛快,一时担忧 二,肥肉的消化之旅,胃肠道的挑战 再说说肥肉对咱们的胃肠道,肥肉里的脂肪多,消化起来自然就费劲 一般蔬菜,嚼嚼嚼,一个小时就能在肚子里消停了 可这肥肉呢,得足足四个小时才能消化干净 这不,肚子里的胃就得加班加点,搅和个没完 时间一长,胃的功能自然就跟不上节奏了 肥肉还会影响食道下段的阔约肌 吃多了容易反酸,胃胀,各种不是敢跟住来 咱们得明白,胃这东西,可是咱们身体的火炉 火炉都添堵了,身体的健康还怎么保障 肥肉吃多了,胃受的罪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肠胃不舒服,人的精神状态 生活质量都会大打折扣,这寿命能不受影响吗 三,美容误区,动物皮与胶原蛋白的真相 在追求美丽熔岩的道路上 有人将目光投向了那些看起来由光发亮的动物皮 传言中,它们是胶原蛋白的宝库 能够让皮肤恢复弹性,返老还童 科学研究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胶原蛋白是一种大分子蛋白质 在人体内不是直接被吸收 而是需要被分解成氨基酸或者小钛 再通过消化系统吸收 这意味着直接使用动物皮所得到的胶原蛋白 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皮肤中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的合成与多种因素有关 如维生素C的存在就至关重要 它参与了胶原蛋白的合成过程 随住年龄的增长 人体内胶原蛋白的自然生成速度会减慢 单靠食物补充效果有限 想要通过吃肥肉中的动物皮来达到美容的目的 不仅效果存疑 反而可能因为高脂肪带来更多健康问题 4.皮肤健康的真正守护者 维生素的力量 说到皮肤健康 真正的守护者其实是维生素 维生素A能促进皮肤细胞的更新 维生素C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 而维生素E则是著名的抗氧化剂 能够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伤害 这些维生素大多存在于新鲜的蔬菜水果中 而非肥肉 胡萝卜、甜椒和柑橘类水果中的维生素A和C含量就非常丰富 维生素的摄取还与整体的饮食习惯息息相关 一个均衡的饮食结构能够保障充足的维生素摄入 对比起来 动物皮中的胶原蛋白与维生素在美容护肤上的效果 简直是天壤之别 维生素的摄入不仅能够支持皮肤健康 还能够促进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 减少疾病的发生 追求健康与美丽 不应该只关注单一的食物或营养素 而是应该从整体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入手 适量摄入肥肉或许可以为生活增添乐趣 但过量则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真正的健康之道在于平衡与适度 而对于那些希望通过食用特定食物来达到美容效果的朋友们 不妨将目光转向那些富含维生素的新鲜蔬果 这才是合理饮食的明智选择 5.从雄激素谈起男性健康的另一面 在讨论男性健康时 不得不提到雄激素 这种激素在维持男性特征和生理功能方面 起助关键作用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雄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 过高或过低的雄激素水平都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 代谢综合征甚至心理健康问题 适宜的雄激素水平有助于保持肌肉质量和力量 促进骨骼健康 同时也与认知功能和情绪状态有关 为了维护雄激素平衡 除了避免过量摄入肥肉等高知食物外 还应该注重整体的生活方式调整 定期的体力活动充足的睡眠以及减少应激 都对于维持雄激素水平在正常范围内至关重要 适当的营养补充如负寒心和维生素D的食物 也能够支持雄激素的合成和调节 六、锡元素的力量不仅仅是预防心脏病 提到锡元素 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它在预防心脏病方面的作用 确实,锡是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 它在人体的抗氧化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有助于保护心脏健康 但锡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锡还参与了免疫系统的调节 有助于抵御感染 并可能在抗癌机制中发挥作用 锡的摄入推荐量因人而异 但过量摄入可能带来副作用 如何科学补充锡更值得关注 食物来源是锡摄入的主要途径 其中,海产品、肉类、穀物和坚果都是锡的良好来源 锡补充剂的使用应在专业医疗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以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 七,科学补锡量体裁医的智慧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日益增加 补充营养素成为了常态 不是所有的补充都是必要的 也不是所有的补充都是安全的 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一些锡含量低的地区 适当补充锡是有益的 但在锡含量充足的地区 过量补充可能导致锡中毒 科学补锡的关键在于量体采医 即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地区的锡含量水平 来调整补充量 定期检测身体的吸水平 结合医生的建议 选择合适的补充方式和剂量 这样的个性化补充策略 才能真正做到既满足身体需求 又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健康的生活方式远比单一的营养素补充更为重要 无论是维持雄激素平衡 还是科学补充锡元素 都需要我们基于个人的具体情况 做出明智的选择 在追求健康和长寿的道路上 均衡饮食 适量运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始终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基石 直接收入水平衡